三个中产档 每周基本上都有新冲突 这次有上水和沙田冲突 最主要原因是沙田有更激烈的事发生 每周有新激烈的事发生 你已经开始不记得之前的事发生 不是不记得 你开始觉得之前的事没什么重要 200万人都不重要 上周我们讲的时候讲屯门 讲旺港 已经觉得远离我们很远 这不是香港人那种金鱼式记忆的问题 而是因为有更多新的严重的事发生 令到你觉得前面的事已经是很一般的事 有什么特别 就是200万人上街 刚才周显大师说的 首先可以两位讲一下你们对于 今周发生的冲突的一些看法 我觉得 因为我实际上是太远离地了 因为他没有影响我日常生活的话 我觉得 股票又不叻 所以我觉得 在我来说 是严重离地 是严重在看这个问题 但是我有一点要补充 我觉得 这些 就是我 我不是因为 我想很不客气地对待 反对派的人 只不过觉得 你应该多说这些东西 那些人说你已经越来越不像蓝丝了 就是你麻烦你作为一个蓝丝 就做回一个蓝丝的身份 那我就非常没学性地说 我非常没学性地说 就是 你去喷杀蟲水 喷一只蟑螂 或者吃antibiotics 去杀这些细菌 你一次搞不掉它 它是有抗弱性的 现在的问题就是政府 你一是就要用最狠毒的手法 去扫平它们 如果不是你每一次加少少暴力的话 你能找到那些蟑螂太大 没错 你现在全部都有抗弱性 你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他们经常都说加重 是没有用的 现在已经 因为现在漸漸 你只要第一次去的时候 就弄到它 譬如说 2014年2016年的时候 就弄到它 害怕了 现在你漸不漸 就来那些人 就算 就像Helman 我说 我说 刚才我和我们开会的时候 我说 出坦克车 然后八九六四重 再做多一次 他们就会害怕 就会什么的 但是只不过代价太大 而Helman就说 不是 今天的时候都不害怕 但这个我们应该留下一次的话题 先说 我说回我们的观察 我不明白 有很多事情是不停重复 你没理由不知道 去到今时 最离地的人都应该知道 现在我们所谓的抗争的流程是怎样的 就是有一个和平的游行 接着就有大概几分一的人 就是可能有几万人 就会留下 通常做些什么呢 就是霸马路 拉一下铁马 或者我说去挑衅一下 如果你有些防护警察 可以挑衅一下警察 接着去到九点凌十点 一来就已经累了 二来就是警察开始集结了 我不知为什么 会经常都那么迟迟才集结 如果你用老一辈的KOL来说 这个一定是局 就是引你们出来 然后就围绕你 看到有些警察都差不多了 因为有些人又走 人数越来越少 会不会他们见到你 初期就和平了 那么早就集结 你知不知道警察集结是继续的 当然 继续是没问题的 反而令他们越来越不开心 到了晚上警察越来越多 示威者越来越少 那就开始散 但是每一次都是这样 每一次人多的时候 你不敢打他们 因为你不够人多 好了 到人家少你人多的时候 你就开始搞他了 但是你每一次搞他 你就好像周显大师说 你总是禁止他不死 那你今次沙田的冲突 为什么会这么多人注意 就是因为你每一次 都以为你打示威者 那些示威者就走 你永远都猜不到 原来有一次他们会打回头 这个就是我经常都觉得 有些警察是很残暴 有计谋 有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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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看你这么多次 倒推的冲突 每一次的指挥都是完全失误 都是搞错了 然后每次所谓私用的暴力 都不是有计划 都是想着吓吓你们 或者纯粹是我打你几棍 让我可以拿回尾彩 但是是没有一种有效的方式 防止下一次的发生 结果就是你养到 蟑螂越来越大 还有市民的观感是越来越差 我们看到每一次有冲突的时候 很不同 几年前占中的时候 占旺那些 就是说他很暴力 又觉得是市民不对 这几次看到画面 是暴力 所谓的暴力是越来越升 你看到譬如沙田那次 直球是 都挺勇武的 我看到他们是示威者 就是遮掩 扔东西 亂撥过检察 以前当然会说 很不对 但这次我想是有几多 我们觉得是正常人 理性的人都觉得 就算看完都 就算他不出声 你打了示威者这么多次 是的 他都觉得 被人抵人打回来 抵死 是的 最多不出声 不会谴责他们 我觉得问题就是 你已经输了 就是为什么 整个舆论 你们去转账 所有的东西 你们的人手不够 人家真的有 一两百万人去做的时候 你真的要把整个 大陆的水军 当然他们的武裁训练会 很明显知道 是走过来才行 如果你有留意社交网 水军已经出尽全力了 没有办法 收钱和不收钱的分野 就是精兵制和武兵制的分别 就是法国大革命的成果 发觉人家完全收钱 但是人家比你更好 如果你有留意 那些五毛已经出尽全力 但没有办法被人抵过 我身边有几个朋友 都是讨论区 他说这次的冲突事件 是令到只要你的讨论区 有谈论区谈到少少政治 是他看到数字开心得见眼不见眼 因为不停的爆声 是5%至10%的增加 意思就是 现在是所有人 全民投入这个舆论战 你结果搞来搞来 就是搞TVB 而且由于事态不断地发展 不断地变化的时候 水军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可能有些口号 他经常说了几句 但是很快就认得到 那些人都不是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假新闻也很容易被人确认到 结果水军一向都是靠假新闻去推动 推一推就发觉 没有办法 很快就被人摄穿了 现在的新形态 不单只是抗争 是连舆论战也是这样 我可以这么说 我可以这么说 黄丝都有很多假新闻 但是人家的假新闻推不动 你的假新闻推不动 问题就是 人家假的都假赢你 根本上人家是做假的 你都踢不爆 因为人家真的太少了 太少了 你已经输了 你要由头 即是说 你要将整个组织 要由头到尾 就是这么说 香港是一个福地 生金奥 深诞的 内地在香港有很多利益 你要在香港的利益之中 拿出一大部分 去做这些事情 如果不是 你搞不好 你毫无疑问 在香港来说 他不舍得香港的肥肉 所以很多事情他不敢做 如果不是一个一制 很多事情都可以做 问题就是 你既然拿了这么多钱 你都要用更多的钱去维稳 或者相应的钱去维稳 我觉得钱是不少的 现在问题是不懂怎么用 你给谁 你審给那些什么 市民香港 港人港地 但是你搞来搞就是 你自己的那些人 你评论不到 这次的运动 另外一个很大的分别是什么 因为你真的去了 别人的那些屋苑搞 我告诉你 你去屋苑搞就大了 因为你那些蓝丝 就不会下街 那就是全部的黄丝下街 因为全部的黄丝下街 就是指予警察罵 然后每个人都很同意 因为大哥 我层楼 如果每晚都有警察来查 我层楼的楼价会下跌 你会搞乱我 现在搞了香港的责任 已经由抗争者转移了去的差异 这个是很严重的 就算不说楼价 沙田那件事 那些没什么东西 我拿去喝一碗茶 无论喝一碗茶 都回不了家 整个政治 我觉得这个问题就穿在那裡 只是一个问题 为什么人没有帮助给我 让我搞 你这些资讯去完 那些人全部都吃黄粮 不做事的 这个就是当年 某一位建制派议员香港说的 我说 现在的男士 或者是共产党员 他们是朝九万五才是 下班就不是了 然后那个建制派议员 很叹来说 他们就算朝九万五也做不足 原本已经有工作时间 工作时间也蛇旺 所以肯定是不行的 你整个制度 整个专政的制度是腐败了 你应该专政的制度 让我这些有效率的人去做 让我去分配那些钱 那种亲身的经历也是 因为你在电视上看 你不是对的 拘捕那些人 那些人搞乱了 我们的秩序 但你在亲身面对那个人 面对面 你见到警察和示威 那件事不同了 我真的见到你们 你凶死灵灯 我可能刚刚穿了 那些黑衣服也要让你渴 那你渴了 那些人常常说 我们要感化中间派 我身份你在网上是感化不了的 你一到街 被警察罵了一句 你便立刻由蝉丝变成黄丝 这些事情就是由屯门 上水 在沙田不停发生 还有人是会有关于人 我以前通常会有关于什么人 就是人们搞乱香港 抗争者 但现在开始有些人是怎么样 就是觉得最坏的就是你的警察 你便是搞乱了香港 那你很大件事 我经常都说 这个就好像越战 你现在的警察 就冲进去某些地方 而你发觉 整个地方的人 都是对你充满敌意 他不单止是示威者 那些喝茶的司拉 吃花生的人 甚至可能是商场的职员 每一个都觉得你是 都是觉得你 那你结果 沙田常常被人打 就是没有人帮你 就是这一件事 其实都是今次抗争 就是我看到最大的转变 如果是我的话 不过这个再次 如果我做的话 会怎么做 那我们会再次再说 那整件事 你舆论输了的时候 你是等于输了 整件事 就是民心已经失了的时候 你除非用很强硬的方法 去做一些事情 那你建制派的朋友 有没有做事吗 就是 就是 你想想 我记得 你建制派搞了这么久 你搞了些什么 你只是开了记者会 我觉得 你们这些人 建制派的人 实际是太没用 因为建制派没有朋友 所以那些人 他们不愿意 刚才我跟你说 我们什么建制派都不会 我给你 举些例子 有几个人去了谭文豪示威 15分钟就走 你肯定是理亏才走 对了 以前你当然搞了人家的东西 现在就是 我说我们像蔣麗文这样的人 要是 我现在走出来 我是建制派 我不怕你欺凌 我不怕你打 我摆出来是建制派的 你现在有一天明 那天明不用多 有一千多万人 我现在摆明就是这样 我肯定要不要打 你现在没有这个文 你没有死事 我告诉你 蔣麗文都说 不如撤回 你建制派没有死事 你要有一些死事 等于你到最后 等于你到最后 你港独 你走到最后的时候 我是 陈浩天 我是死事 你全世界一起罵我 我都要做陈浩天 建制派没有这些人 你现在走出来 我给你这样子 我仍然是硬 我站在那里给你打 你们现在 整班黄尸走出来 示威 我支持撑警 我就和你们冲突 我给你打一身 我打到死了 那一刻我都在 你有没有这样的人 你有些死事 建制派实际 太没用 你出来 我人笑 我比你更厉害 是不是 OK 我想扭回我们刚才说的 那个初心的话题 没有这些人 现在有个说法 政府就一直好像 不是积极做什么改变 所以有个阴谋论 或者真的这样的想法 就是说 我现在就是这样的了 我就是继续回到你刚才的说法 我知道了这个流程 有它发生 可能会慢慢升级 那阴谋论就是说 我就等一个警察死 于是乎 民意就会逆转 那又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 大家同不同意这个阴谋论 政府有计划 有它什么都不做 有它这样有冲突 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如果假装真的有警察死了 会不会民意逆转 这个阴谋论真的很好笑 你一样出来 那我是警察会怎么想 你想我死人 就是我心想 哪个天才想出来的 这个阴谋论 但是现在阴谋论 不是说出来的 他没有想着有人说出来 那主意就是什么呢 主意就是 第一 你当警察是傻的 你经过沙田这一次之后 还有没有一些警察会蠢到 无端的追打示威者 打打发觉自己是一个人 你当然是看过自己的安全 才会打人 那其实你说 下一次会严重 我反过来 我觉得下一次可能会降级 因为你不敢乱打人 因为你怕你乱打人的时候 你就集中打人 不知道有没有人会偷襲你 另外一件事就是 其实我反过来说个阴谋 真正的阴谋 真正的阴谋就是 故意说这些东西出来 那就打击警队士气 原来上级就是想我们死一个人 大哥 那我一定不会跟你拼命 原来搞那么多事 你就是想我死 这些当警察白痴的说法 很有黄丝的味道 很有黄丝的味道 但是我这么说 现在有人说林郑想这样的事发生 我觉得林郑是不会 我觉得林郑至少她的智力是不会 智力不是走这一边的 她是一个死猴一面颈的人 但她毕竟是一个港女 一个香港人 反而如果相对来说 梁振英会这样想 但林郑就不会这样想 但是现在回来 我得出一个结论就是 我发现梁振英真的一个林郑 如果循庆政治所 林郑是政治级行政学系的 梁振英是政治级的 林郑是行政级的 所以林郑是没有政治政治级的 而梁振英毕竟她打滚了30年 她是有的 所以原来 她没有行政的能力 行政不需要能力 你叫那些年轻人做 所以梁振英 我当初的时候 我很不喜欢梁振英 因为梁振英卖架 梁振英 你说明梁振英 如果梁振英 可以拘捕所有反对派去坐牢 或者是对付地产摆拳 那他是卖真约 但是他说出来的东西 就是说 大家说明梁振英上台 是做过的 原来没有做过 结果就下台了 原来他真是正的 他知道那些事情是不能做的 梁振英 我本來不知道是梁振英搞這麼久的政治 到最後他知道那些事是不能做的 而反而林鄭在這方面是蠢多 他只是一個行政人員 他不知道那些事的訊息 梁振英有訊息 我漸漸開始在這方面我會 欣賞他 欣賞他 原來他知道為什麼他不做那些事 原來他知道那些事是不能做的 就算梁振英不敢做的事 林鄭是敢做的 好 今天就到這裡